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精神病人来说 探访者的关怀 有助消除他们和外界的隔阂 提回上世纪80年代 有热心义工定期探访精神病人的情况 志愿探访小组计划 初时只是为青山医院的女病人服务 我现在住过十几年 十几年 你有没有亲人的 有 有何亲人的 不是子女和太母亲 他们有没有来探你 没有 为什么他们来探你 因为我小孩又不来 第二方面我去年多大 比如说有些资源人士来探你 你都不认识他的 因为他们来探你 你欢迎吗 欢迎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他们来探你 因为我欢迎探我 一方面可以说说室面的东西 他们知道室面的情况 还有知道我们在医院 他来带我们来看喜欢什么 给他们买的东西 我们去吃买的东西 我们去用一下 你为什么喜欢别人的饭 他来就要买一些鸡肉 我就吃到医院的饭都已经验了 因为买一些鸡肉 然后吃我就不需要吃医院的饭 所以如果他们来探你买一些东西 你不需要吃医院的饭 医院的饭你吃到医院的饭吗 对 比如说如果人家来探你 你跟他们谈些什么 他问我需要吃医院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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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吃医院的饭 医院有给的 医院有给的 目前服务范围就扩大到男病人 除了在青山医院之外 荔枝国医院和葵聪医院 也有这一项服务 从医学的观点来看 这个探访计划 实际上有没有医学的价值呢 对于病情本身来说 那个影响就不会太大 但是对于病人的心理那方面 就肯定有良好的作用 病人有人探他 将外界的事物多告诉他 他觉得开心点 觉得别人关怀他 觉得他跟社会没那么脱节 你们怎样去选择一些病人 适合接受探访 通常我们选择病情已经受到控制了 他们住院也住了相当日子 而且在短期之内 因为其他各种的因素 譬如他们没有人照顾等等的因素 短期之内他们都不会出院了 我们就通常选择这一类的病人 现时本港适合接受探访的病人 起码有三百多人 比如社会人士他有兴趣参加这个计划 需要具备什么资格才可以参加呢 资格很简单 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十八岁以上 但是以后其他的条件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 但是代人处事就很成熟 对病人的服务是很诚心 很有责任感 如果有这些呢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取落他们 美国的特尔刻 能不能重新帮 为了你 我们再度重新带 这些意思是